我们来做S3S10Tools的安装 下载位置在梦幻天地部落格里面的这一片 它会带到一个Google云端硬碟 那我们可以下载这个全部的 把下载下来 按右键 选择下载 人要下载 存起来就可以了,因为我已经下载了,所以我这里就不存 当我们下载到下载这里,它是一个Zip档 把它解压缩出来 会是这样一个资料夹 S3S10Tools的All这一个资料夹 打开这个资料夹 那我们有一支应用程式是 AllS10 All Install这一支程式 所有的安装 按两下之后 它就会开启这样子的一个视窗 那我们需要 五个 安装 算是软体 第一个是Pyza 这边都没有安装,所以都是红色XX 点下去 然后我们选择Install 4 那它就会持续的安装 那我们要把这五个应用软体把它装起来 那才会可以正常执行 那这一个 程式是方便我们使用 一些 这些 所谓的开放硬体搭配 Squatch 3 来使用的 那因为 S3Extend 它是Python式的 所以我们必须安装Python 那它版本必须3.7.5 以上 所以目前我们安装的是3.8.1 那你自己安装Python也可以 自己安装Python也可以 只不过 安装Python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要把Python 的路径 写上去 还有供所有的使用者来 使用 安装完这样就可以了 那再来装 ArduinoID 同意 下一步 下一步 那ArduinoID是我们使用UNO版的时候 我们要烧录韧体的时候会用到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需求 那可以选择不安装 那一般来说 ArduinoID还是蛮 通用 蛮重要的一个城市 也就建议你安装起来 在这边它会比较慢一点 在这边它会比较慢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要安装的是S4A 的S Squatch 3的版本 那这一个版本要特别说明的是 这不是官方打包的离线版 这不是官方打包的离线版 用新北市林士丽老师所 打包的方式来打包的 那这一个是离线版的 Squatch 3里面有我们需要的一些积木程式在里面 安装完要安装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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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完了 那接下来是安装 S4A 同意接受下一步 下一步 桌面建立程式方便你自己开启使用 安装 当然你要采用线上版也可以 我们这边先不要执行 接下来装S3S10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程式 这是Alan 一个开源的作者做的 那它可以同时支援 Aduino UNO版 还有 ESP8266 还有一个 Circle 一个圆的那个 然后 Picot Ball 还有一个是 Lessus Pi 这几个设备都有一个共通的特性就是它都是开 开源的硬件 硬体 那都是使用所谓的PIN角或者是GPIO来控制 我们的外接设备 那我们需要一些 Python的相关套件 因为这程式是由Python在写的 所以你会看到它是利用Python Py来装一些 软硬体 那目前在做的是从网络上下载 好像这里下载的是PyQT5这个套件 来安装 那它还需要一些其他套件 我们就 稍微等待一下 让它下载完安装 目前因为家里的网络并不是相当的快 不像学校 30-300Mbps左右的 上传下载频宽 所以会稍微慢一点 那最后一个是 我写的S3-Extend Tool 这样子的一个工具程式 那为什么有S3-Extend 之后还要有一个Tool Tool呢 因为S3-Extend 它做完之后需要你在 像Windows 底下就是 CMD的DOS视窗上面 输入S3A S3 E S3C 等等 你要去下指令 比较麻烦 那于是我就做了一个 图形界面 方便大家只要按一下 就可以直接执行 基于这样子的 立即我们来我来做这一个 图形界面的程式 那 刚开始做 不一定相当不一定流畅 希望可以让使用者更方便一点来用 看来PYQT5是蛮大的 所以它大概要43 没有 44 这要53M 要下载53M 那基本上你要把这五个 软体都把它装起来 才可以顺利进行 我们后续的 那个 开放硬件硬体 跟 S3上面的搭配 那目前在装 PYQT5 拿着 然后还要一些其他比较小的 套件 然后还要一些其他比较小的套件 然后还要一些其他比较小的套件 好快要到最后了 这些套件全部安装完成 那 我们的 S3-Extend就会装完了 好,这边告诉你安装完成了,确定 那接下来装S3-Extend Tool这一个 是 确定 接受 下一步 下一步 建立桌面图示建立 把它打开来 安装完成 好,这样就完成了 按完成 好 装完以后 我们在桌面上就会有这一支程式 还有这一个 最重要的是这两支程式 这两支程式是我们 后续自行的时候要用到的